很多的雇主因为不想支付资钱费 当他想要某一个员工离职的时候 就百般刁难 逼迫劳工自动请辞 因为你是主动请辞的 所以你什么权利都无法请求 你没有资钱费 你连失业给付都无法请领 忍下这一口气到底值多少钱呢 这一口气的代价就是 52万4880元 失业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辞职 另一种是被公司资钱被迫离职 这两者之间的每个工房 学问可大着的呢 劳工小蝶38岁 在某某外商公司上班 劳保投保薪资45800元 实际请领薪资平均大约是6万元 小蝶在这一家外商公司担任的是 拓展市场的销售业务 小蝶在外商公司的工作年资是12年 但是小蝶的婆婆最近因为身体不适 而小蝶的先生又今年累月的都在中国大陆工作 导致小蝶常常需要家庭公司意愿三头忙碌 这样一来难免无法全天候的全心全意在公司的业务上 小蝶的主管基于总公司的业绩压力 对于小蝶最近无法全力配合公司充业机 颇有为辞 于是处处施压小蝶 甚至将小蝶的业务范围逐渐缩小 转给其他的同事接手 后来竟然未经劳资协商 就近次地将小蝶转到公司的内勤行政助理的工作 小蝶的薪资硬是被砍了2万元左右 好朋友们 如果你是小蝶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因为气不过 桌子一拍 撂下一句 老娘不干了 就直接走人吗 对 直接走人确实很潇洒 也很畅快 但是你挥一挥衣袖的同时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 因为你是主动请辞的 所以你什么权利都无法请求 你没有资遣费 因为你是主动辞职的 公司不用付你任何一毛的资遣费 因为你也不是非自愿性的离职 你就没有办法要求公司开非自愿离职的证明书给你 自然你连失业给付都无法请领 好的 重点来了 我们将时间倒转 回到小蝶被公司未经协商调离原来职位的当时 假如这时候 小蝶先忍住一口气 不要那么草率的提出辞职的请求 相反的是冷静下来 寻求依照劳基法的规定 这个途径去解决 那么局面将会完全不同哦 劳动基准法第十之一条规定 雇主调动劳工工作 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 并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 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 且不得有不当动机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二 对劳工之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 为做不利之变更 三 调动后工作为劳工体能及技术可升任 四 调动工作地点过圆 雇主应予以必要之协助 五 考量劳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从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可以很简单的明了 雇主要调动职位 不得违反劳动契约 很多的雇主 因为不想支付资钱费 当他想要某一个员工离职的时候 就百般刁难 很多都是以改变工作形态的方式 逼迫劳工自动请辞 因为自动离职是劳工主动提出的 在法律上是可规则于劳工 既然责任在劳工 雇主就可以不用支付资钱费 这样对劳工本身的权益 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劳工朋友 遇到这种以改变职务内容的方式 要逼迫你自动离职的雇主 劳工可以透过刚刚介绍的 劳动基准法十之一条的规定 来保障自身的权利 如果雇主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十之一条的调动五原则 劳工朋友你是可以主张拒绝 雇主的调职 另一方面 劳工如果不愿意继续留任 也可以主张雇主已经违反劳工法令 使劳工的权益受损为由 而不用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 向雇主请求给付资遣费 所以小蝶他有更好的选择 忍下当时的一口气 就可以请求资遣费 又可以拿到非自愿离职的证明书 开始登记就业 请领失业给付 这时候我们就来帮小蝶算算看 忍下这一口气 到底值多少钱呢 第一个是资遣费 新智年资资遣费 每满一年发给0.5个月的平均工资 剩余未满一年的部分按比例计算 最高以发给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 好小跌的年资是12年 12年乘以0.5个月 就是可以拿到6个月的资遣费 平均工资是6万元 6万元乘以6个月等于36万元 再来是失业给付 失业给付每月按申请人离职办理本保险退保之当月期 前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 百分之60%发给 小跌的劳保投保薪资是45,800元 45,800元乘以60%乘以6个月的失业给付 得到的金额是16万4,880 资遣费是36万元 加上失业给付请领的16万4,880元 总共小跌可以请领到的金额是52万4,880元 看吧 小跌只要忍住这一口气 这一口气的代价就是52万4,880元 这样我们好朋友了解了吗 自己辞职和公司资钱解雇你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景况 攸关自身的权益 千万要想清楚再提出请求